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全面崛区经济名买 这其中就有从东三省各地搜刮而来的八吨黄金 这些黄金是日军高层 为了筹划中的全面侵华计划 在经费上秘密做的准备 帝国主义侵略者残酷而又血腥的统治 激起了东北大地上 无数爱国志士的奋勇反抗 新京城里 一个叫君子兰的秘密组织 你想得太简单 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 和敌人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殊死较量 小船 小船 我告诉你啊 今天让我找着你 我非笑你不行 小三江 你干吗呢 这我爹的邪样 你爹的邪样 你爹的邪样 你爹去我店里了 爹 爹 这店里也没人哪 肯定没人 我都看了 没人 随便做 就像到自己家一样 我的屁股 这 这 这 我的屁股 你小心点 给我看 我还没玩够呢 我看个行啊 你 老板 给 抱好啊 这要再碎了 跟我们俩可没关系了 你 爹爹 赶紧走 赶紧走 你别走 我怎么感觉这屋里这么热呀 热 你说你这人是不是疯了 你没看见炉子是着着吗 我给你烧水了 你 你拿什么点的炉子 小纸片 两落呢 我在这柜子底下翻出来的 找得可快了 柜子底下 两落 我的钱 疯老头子 你个疯老头子 钱都挣不出来了你 你赔我钱 走 你不能走 别走 赔我钱你 叫你别乱跑 姐 我的房钱呢 这几天手头有点挤 要不 你先拿着这个 小三姜 我告诉你 你别跟我这扯这个龙 别别别 你要是这也不给我交房钱 就你那破烂和你那疯癫 我全都给你扔姜里 你信不信啊 别揪我 爹 你说咱这身上唯一点钱 还被房东给拿走了 这没钱 咱们怎么买格的汤啊 咱们怎么买格的汤啊 欠上帝五元 恕罪恕罪 讲究 好 你要告解吗 兄弟 要烙 你还得抓紧了 因为过会儿 我还要到集上去买酸菜和米 师父 我有好多事我都想不明白 你得给我画去画去 最好给我皈依了 你说什么 皈依 那你来错地了 你得到城外的寺庙里 这是教堂 我问你 我问你 胡子 算不算上帝的子民啊 算 现在子民快饿死了 你是不是得替上帝 关照关照 您静 你 启初 大声点 你敢停 他就敢想 启初 是神 创造了天地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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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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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好好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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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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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快点快哪 光叔 你就别装了 真因为自己是大导演 装大导演 你懂什么 你看 来了这么多人 面子 这些人都是给星万呈成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就是啊 就是 李美瑶怎么来了 她不就一场戏 就这一场戏 你还是图关系硬塞进来的 瞅死我了 老太太 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吗呢 我等我儿子呢 等你儿子 那你别站马路中间 来来来 我扶你到边上去啊 喝酒水过去啊 谢谢 谢谢 这个世上还是好人多呀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不让你在那边等我吗 谢谢啊 谢谢二位兄弟 谢谢 谢谢 客气客气 二位兄弟 这样 应该的 晚上 红玉楼 我请二位兄弟 必须来啊 不然我跟你们俩结 红玉楼就算了 你看好你妈就行了 就就就 我们先走了啊 我们走了啊 谢谢 谢谢二位兄弟啊 谢谢二位兄弟 你不是我儿子 我刚才是 这儿 现在啊 不是了 我荷包呢 我荷包弄哪儿去了 你那荷包在五月呢 你是小偷 你偷我的荷包 不 妈 儿子 你怎么在这儿 您是他儿子 他是小偷 偷了我的荷包 景爷 我跟你说 站住我吗 给我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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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站住 偷窗 都站住 plastics 全員 限冰队思虞 橫落靖一 限冰队队长 松短 catal 知道 排场够大了 什么排场 这是怕死的 上次在中央飯店 要不是夜凌风 和心 içinde拦着我 别早把他死了 别在这儿说 干爹 你怎麼來了 沒啊 少爺 你這神明之故問吧 你來了 宋本君能不來嗎 我是陪橫陸先生 來開始罵的 快走 快走 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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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 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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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疼 你出什么事啊 你摔啥吧 你摔啥吧 叫我去干什么呢呆呆 不是 你没事吧 喜办 你流血了 不给你擦一擦吧 没事没事 你不用管我 喜办小姐 你能给我牵个瓶吗 不开 不开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走吧 狠鹿先生 松本队长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 我没关系 今天就是 陪着狠鹿司令来 给你捧茶的 松本君 您说得不对 难道 我就不能等 新曼小姐吗 新曼小姐太快了 我和大家一样 是新曼小姐的影迷 等等也是可以的吧 您这么说 可是我的荣幸啊 这样吧 晚上的舞会 您留下来 我陪您多喝几杯 好 孙本君 你也一起去吧 不好意思 先没对还有事 我现在失陪了 不怕 你也走 你也走 走 我去 行 你坐 我去 来 来 来 我又不是不回来 有啥可怕呢 可是我就是怕 我总觉得 这次跟以前不一样 我跟你说啊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三天之内 我没回来的话 你就带上孩子去新京 去找一个人 找谁 叶凌峰 叶凌峰 对 叶凌峰 叶凌峰 是我 花子 半年了 真语听到你的声音了 花子 你那里有好消息吗 叶凌峰已经出现了 情报属实吗 是刘伯英亲口对我说的 他这趟去新京执行任务 应该会和叶凌峰见面 潜伏了这么长时间 你立功了 他答应 我来答应 那当心 你回答我 我没有答应 你回答我 我听说 你回答我 我识便 像爱 來 黃暖暖暖美滿 輕盛醉 看醉蓋 冰冰眼看 穿穿得衣服 這狂藍風想著好花墜 柔情 那天在中央飯店你太衝動了 以後可不能這樣 以後我會注意的 心滿了 這生意啊不好做啊 冯先生謝謝您來捧場 這位是 你們不認識啊 我認識橫路司令 橫路司令不認識我 這位是會想貿易的冯先生 已經給我們投資好幾部電影了 心灰 橫路司令 請您過來一下 好 新盤小姐 您過來我給你介紹新朋友 好啊 新盤小姐 能請您跳支舞嗎 請便 當然可以 請便 當然可以 二斌那邊來人了 說是有很重要的情報 估計這會兒差不多快到了 我得去見他 你要去哪兒見他 一個叫五葉辛巴黎的澡堂子 等這次任務完成之後 你可不可以休息一段時間 你把一些事情交給我們來做 我知道你們的一片愛過心 但你畢竟不是組織的人 有些事 你們離得越遠就越安全 喜滿 等這次交接完了之後 我會去找你 好嗎 好 來先生 你坐這兒 你搓正換 太誰了 你坐這個來吧 好嘞 五葉辛巴黎 好嘞 您坐好了 我嘞 你好 隊長 他到了 在昭日街的五頁心罷裏走堂 出發吧 所有人出發 是 出發吧 掌櫃子 这水怎么不热啊 这位爷 您这么说可不对了 这么说不是扒我皮子吗 这水都能煮鸡蛋了 您说怎么才算热啊 我要的热 是能把茫茫雪地的寒冰 都融化殆尽的 这位兄弟说话文作作的 是个读书人哪 不敢弄 我就是个杀猪的 我这儿倒是热 你要不要过来试试 有多热 你要多热就有多热 这位爷 您醒好了 我帮您开柜子 这边请 当心脚下啊 爷 您现在在这儿坐会儿 我这儿就给您拿衣服 好 打掌 兄弟 你真是高手 爷 别剪 您才是高手呢 我是怕您落着 替您捡着 爷 您先坐点休息 我给您拿衣服 好 香烟了 买香烟了 买香烟 香花啊 看看 买香花嘞 爷 您请 不 不 不 松本灯速 这么巧啊 风先生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来这儿泡个澡姐姐啊 你们这是 来抓一个乱的 那好 你们忙 我先走了 谁都不许离开这里 孟先生 等行动结束 再走吧 快点 皇帝 快点 快 皇帝 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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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哪一个 是他 是他 过去 快点 刘先生 以凌风在哪 太军 您认错人了 我姓马 您说的那个人 我不认识 谁呢 花子到了吗 还在干等 请他进来 是 巧儿 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 刘不赢先生 快 已经死了 是谁开的枪 是我 你的签法很准 你打掉了 我们唯一的线索 你知道吗 对 对不起 叶凌风 就在这里 你确定吧 我跟刘伯盈 做了两年的夫妻 我看得懂她的眼神 一个人临死前的眼神 是绝对不会骗人的 你叫回去休息吧 一路辛苦 是 很抱歉 很抱歉 倒有各位洗澡的兴致 我们是来找一个叫 一陵风的人 这个人一直在破坏我们的国家 危险着你们的安全 所以我们必须把她找出来 才能让大家继续过着 同德同心 共存共荣的日子 她现在 就在你们当中 一陵风 一陵风 我希望你能自己走出来 不要连累这群无辜的客人 现在浴池里流的是热水 我不希望再过片刻 浴池里会流满的 鲜血 别别别别别 别打别打 你这是叶陵风吗 我我我我不是 我不是 探紧探紧探紧 误会 他他是我这儿的伙计 是 他他他一直在午夜 星巴黎干活 就算他想捣乱 他也没这机会呀 是啊 是啊 太军 喝了 哦 太军 我 我不是叶陵风 你就帮我放了吧 你来帮我找叶陵风好不好 我 我又不认识叶陵风 我怎么帮您找啊 没关系 你来做我们一个 死亡使者 啥死亡使者 叶陵风 就在你我面前 这群人中 你把他指出来 你指的是谁 我就要谁的命 别别别别别 这这这这 不能这么草率 万一我指错了怎么办呢 指的不对 那就继续指下去 等你指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 总会指对的 这 蔡英俊 那您不是要把这里的所有的人 全给杀了 不不不不不 我们大日本皇军 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 人不是我选的是你选的 人不是我杀的是你杀的 不是 这 太 太决 我求您了 您就通融一下 您就放了我吧 除非叶陵风自己走出来 只要站出来 这里的人就能活 不是 那那那您跟他商量 您 您跟我说没用啊 可以 你不愿意合作的话 我只能换一个 愿意跟我们合作的 别别别别别 我我我我我愿意 我我我我没说不愿意啊 请 哎 就是他 太远 那人就是叶陵峰 他不是叶陵峰 太远 我给你保证 他就是叶陵峰 在旨 别别别 哎 小三点 嗯 指下留人 那 爷们们 不好意思啊 我也没办法 反正我就闭脸指了 我要真指到谁 你们也别怨我啊 别别别别 就是他 不 太 太 太军 本人 这 快来 你是不想配合了 不不不不 没有 老板 好好照顾他 他能对日本人滋哑 有顾气 就是你啊 是我 是你 是他 我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死也死得开 感谢横路司令的大驾光临 让我们共同举杯 祝贺满洲之夜 放映成功 干杯 干杯 西曼小姐 有您的电话 好 喂 哪位啊 我是冯先生的朋友 冯先生 冯先生应该跟你提过过吧 我跟他一样 也是做贸易的 他是不是出事了 冯先生今晚可能回不来了 为什么 据我所知 冯先生 在日本人的船上 他被日本人抓走了 在什么位置我去救他 不能去 我打电话给你 就是想提醒你和你的剧组朋友 不要冲动 这是冯先生的意思 你们都没有做过贸易 容易出事 啊 下等 是冯先生 是冯先生 是冯小姐在哪里 那你们会去救他吗 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块去 现在还不是时候 好好好 那您注意身体 我再打给您 我没有打扰你吧 我没有打扰你吧 当然没有了横璐先生 这花好漂亮啊 这花是送给满洲国最迷人的女人 新满小姐的 送给我的 太感动了 谢谢 真的好香啊 横璐先生 我知道一个地方 又安静又舒适 要不然我们去喝几杯 好好好 那么 我在楼下大厅等你 来 好 新满 一会儿我们去庆祝 你干嘛 林峰出事了 他去跟人家接头 结果报了 这 这怎么办 我要去救他 你怎么救啊 绑架横璐司令 换林峰出来 他现在在楼下等着我呢 通知大家 准备出发 出事了 西满想绑架横璐 为啥 叶灵峰街头被人抓了 西满想绑架横璐 拿到坏人 那我撞 这么做他会出事的 西满人呢 已经和横璐出去了 走开 去拦他 司令 我们去约会 这么多人跟着 真别扭 你们几个都回去吧 司令回想 这个 这个 恐怕不行 等等 还要我 再说一遍吗 是 请 行慢小姐 您说去的地方 到底是什么地方 行慢 行慢 您就知道了 好 我要陪司令去黑松咖啡馆喝咖啡 就不跟你们一起吃宵夜了 你们赶快去吧 慢剑 刚才您师母又打电话过来了 说您师父快不行了 一直在念叨您 想看看您 我知道了 你们先回去吧 人命关天 他让你现在就过去了 没关系 先慢小姐 师父的事情要紧 去吧 谢谢谢谢 谢谢横璐司令 不好意思啊 给你添麻烦了 下次请你喝酒 好 为什么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去救林峰 为什么要拦着我 咱们几个 从来没干过这种绑架的事 更别说你了 毕竟我们不是训练有素的刺客 要是你出了事儿 咱们怎么办 以前燕凌峰说过 为了大家的安全 万一有人被抓 所有人都不能轻举妄动 还记得吗 师妹 让她自己静一静吧 她对叶凌峰的感情啊 跟对我们不一样 好 连叶凌峰身边最好的同事 都不着急救他 像我们这种普通人 我看 就没这个必要了吧 你少说两句 叶凌峰的被捕 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我们不难想象 要是再失去你 并且失去的不只是你一个 要是我们这些人 都被日本人抓去了 那还有什么意义啊 行吧 等这次交接完之后 我会去找你 好吗 来一口 你的性子我了解 你认定的事情 不会轻易改变的 你们放心吧 我不会让大家 和我去冒这个险的 你说的大家 也包括你吧 不用管我了 我心里有数 喜慢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咱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啊 新本章找你的吧 你是我们的头 你要是不在了 我们可仨找 行了 别套我话了 告诉他们 我不会去的 姓名 小三江 日本名小三江子 我说的 集关太原府 年龄二十八 午夜辛巴黎副总经理 搓澡的 还有副总经理呢 知道为什么 日本人把你送到我这儿来吗 谁不知道 您九哥是神用无敌的华人探长啊 你这嘴再甜也没用啊 你跟我说说吧 身上这么多钱哪儿偷的 那些不都是欠条吗 这也算 欠条怎么了 就这些个钱说 够判五个十年的了 那可不行啊 我一天都待不了 老是蹲下 别让我审了 别让我审了 料了吧 九哥 我不都说了吗 而且那钱不都已经在那儿了吧 钱都在这儿了 好 那 我就按钱数来判 这一块钱哪 是拘留 这这 这不对啊 那一块钱是我抢的 可这剩下的钱 不都是您的吗 上回在叶总会 我问您借的 你看你看你看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九哥 那我是不是能走了 不能 还不能啊 对了 九哥 这个东西 笑笑您的 哪儿来的 哪儿来的 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 好像是自己跑我道里来的 不能说明来源 冲工 当然必须得冲工 九哥 那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别着急 我跟你说啊 我这儿正抓乱党 差个数 你帮个忙 凑个数 凑几天啊 两天 九哥 凭咱们这关系 甭说两天了 两天半都行 但九哥你说这乱党 不也分奶头了吗 那我算奶头了 你管他奶头了 反正都是一帮吃饱了撑的 没事竟跟政府做对的闲人 吃饱了没事闲的呀 您看我这成天连饭都吃不上 瘦得跟杆似的 我装情人 不像啊 不像 那我刚才算错了 对不起啊 判五个十年少了 得算六个 别别别别别 我 我像 我太像乱党了 九哥咱们时间能不能少一点 要不咱们装一点 要不咱们一个晚上 算你运气 明天日本人点名 点完名我就放你 结案 所有手段全试过吗 全试了 没用 他就是不说 如果不是这样 他也就不是阴灵风了 看来他只能死了 他可以死 但不能死得无声无息 您什么意思 他是我们执行 关东军治安肃政计划的胜利成果 必须要好好学养 明天把他拉出去游街 然后再公开相联 还可以起到震慑乱党的作用 这件事就交给警察厅保安科去办办 保安科都是满洲人 让他们办 不妥 这就叫做满人治满 这个你还不懂 明天一早 先游街市中 然后再拉出去枪毙 记住了 这是县兵队的松本队长 对我们保安科的信任 盯得这儿这儿的 知道了哥 老到一路了 这儿都听着讲 可以 现在进入最后 一路了 一定需要 早一点 你需要 你不的 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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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保持 何苦呢 还活着呢 兄弟 对不起啊 刚踢疼你了吧 我知道这时候不该踢你 你就是在澡堂子里被抓走那人吧 就是因为你 我差点被你害死 要不是因为你 我能被日本人抓到这儿来吗 兄弟 你叫什么名字 你不用知道我叫什么 你就记住 我就是那街溜子党党主席就行了 明天你能出去吗 那当然 我告诉你 九哥那是我好兄弟 我进来纯粹就是帮他冲个树 你说你们这些人脑子都是怎么了 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净干些吊倒来的事 你图什么呀 要我说啊 人生在世几十年 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放你兜里的那块怀表 还在吗 在呢 忘了 在九哥那儿呢 在九哥那儿呢 这谁呀 这大明星星班你都不认识啊 那你这辈子算是白活了 我可寝前 只擒 假如 我出什么意外的話 会有人来联络你 假如也不行 我不允许你出任何意外 要是能再见上一面就好了 我也是想再见他一面